自主創新多元展能 桃園市自主学习3.0实验室 111学年度成果发表会 正式开始 首先请大家热烈的掌声 欢迎计划主持人吴淑敏教授 教授好 副市长 局长 还有科长 以及各位在座的贵宾 大家早安 教授早安 早 非常高兴我们桃園市 有这个自主学习3.0实验室 这是全国首创 而且我们这几年的成果 也非常丰硕 所以刚才副市长在贵宾市 就先关心这个议题 我们有什么样的成果 什么样的亮点 可以来让大家看见 是不是要资助我们更多的经费 所以我真的是 身为计划主持人 我很高兴我们桃園市 有这样的创举 因为我本身也是桃園市长大的 然后对 我还也是桃園国中地业的校围 谢谢 谢谢教授 也谢谢当时的校长让我当选第50届 我们的50周年的杰出校友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杰出校友 杨艺农教授 谢谢 好棒 她是我的学弟也是我妹妹的同学 我们家有三个人读桃園国中 所以当时桃園国中 这个自主学习3.0实验室 要设置在这个桃園国中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荣幸 所以就义无反顾就参与这个活动 从106学年度到现在 想想也蛮多年了 我都不敢去数多少年了 那今天很高兴 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成果发表会 在座这么多人参与 我们也很感动 那容我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与会的贵宾 首先是我们的大家长 副市长 王副市长 副市长早安 谢谢副市长 然后是我们的教育局 刘仲成局长 局长好 谢谢局长 我们局长常常开会 我也会碰到他 他对我们特教非常的支持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专门委员 是不是 蔡盛贤专门委员 专委长 专委好 这边说个小笑话 因为有一些人不知道专门委员 然后就简称专员 因为我现在年轻人 很喜欢简称 我记得台北车站他们每次都说 北车北车 一开始的时候我想什么北车 然后我们的助理就说 台北车站的简称 结果他们都 很多地方都简称 然后就把专门委员简称专员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要随便简称 开一下专门委员的笑话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科长 蔡诗兴科长 科长好 那另外呢我们这次比较特别也邀请到对我们这个实验室有很多贡献的这些教授们 首先我们这个戴明凤校长清华大学 校长好 对名凤教授 校长好 早安 然后中原大学的杨艺农教授 教授好 中原大学的陈静怡主任 主任好 那当然我们这个计划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我们的协同主持人张田冲校长 校长早安 张校长在非学校型态实验教育这个部分有多年的经验 所以跟我们一起主持这个计划有非常多的贡献 好 那接下来呢 是 接下来应该说 他说请我致辞 但是事实上我刚刚已经先致辞了 谢谢 谢谢教授 不好意思 然后我们要开始来放一个影片 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成果 谢谢 谢谢教授 教育是让鱼在雪中游 鸟在天上飞 每一个学生都能适性发展 成为快乐的终身学习者 而这里可以实现这个理想 桃园市为了落实实验教育三法的教育实验与课程创新精神 特别成立了我们自主学习3.0实验室 结合资讯与科技 规划一些经典讲座课程 探究性课程 以及媒合道他秀选修课程等 探究性课程结合热门的趋势跟议题 提供各类跨界的学习课程 课程主要分四大类 第一个基础科学与科学应用类 例如科学实作与探究 专题研究等 第二类是创作类 例如YouTube影片制作 创意商品设计等 第三个是商管数学类 实验游戏做中学 经济原理 还有数学实验课等 第四类是艺文与自我探索类 包括表演艺术戏剧 以及沟通表达训练等 透过这些提倡做中学的探究性课程 激发学生的潜能与创意 我们这个媒合课程 比较完整的说明 就是为了我们非学校 形态实验教育的学生 而做了一种课程服务 这个服务就是 透过我们教育局 跟大学签订合约 也就是合作意向书 让我们的学生 能够到大学去 选他喜欢学习的课程 很棒啊 有办法让我 埋合到这个大学 让我可以先 就是触碰到大学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棒的事情 让我蛮惊艳的 而且教育局 他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刚好跟 跟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其实有关系 然后让学生的学习方式 多元化也蛮好的 学生能够 依照他们的课程教学计划 而达到修课学习 跳脱自己学习框架的一个机会 教外参访是很必要的 它结合我们原来的探究性课程 例如说科学实作自己门课 他会带学生到他的物理实验室 操作化学实验 经济学院里 他会带学生去企业界 去看他们的运作 让学生有更大的眼界 我们的经典讲座 可是上至天文下至立理 包括科学 太空 阅读 还有艺术 人文 我们通通都南瓜了 会教孩子们如何摄影 教小朋友如何去炒菜 教他们太空的世界是什么状态 总而言之 经典专题讲座是 是自己的所能 来去做一个探究跟发展 帮助孩子成为他更好的自己 任何的挑战 我们都会鼓励孩子们 试着去参加 然后试着去挑战自我 张又宜同学 他在参加全国赛 罗马尼亚 韩国 巴西 他都获得大奖 三位男同学 他也参加这个仰望杯 获得金奖 让孩子们多方面的尝试跟学习 让他们更加成长跟更加优秀 因应时下流行趋势 近年来我们也录制了Podcast 没有终生的日子 期待透过多元的管道 带领大家更认识我们实验室 桃源自主学习3.0的实验室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课程 高中以下的学生都还有学习 而且看起来他们的分享 我这样做不看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以上是桃源自主学习3.0实验室的介绍影片 谢谢大家的观赏 接下来我们请王副市长为我们致辞 副市长请 在座所有的我们参加自主学习3.0实验室的 同学跟家长们大家好 还有今天我们在场的 我们刘仲成刘局长我们蔡专伟 然后我们的苏品书校长 刚刚我一到我们局长就跟我打pass 跟我偷偷说他是我们苏俊斌副市长的姐姐这样 我听到他我仔细看的果然梅雨之间还真的很像 真的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两个计划的主持人跟副主持人 这个我们的苏 这个吴淑敏吴教授 然后张田聪当校长 还有我们中文大学的几位老师 几位主任谢谢 那我今天很高兴 来参加这个自主学习3.0的实验室的成果发表会 我也觉得很自豪 桃园有这个全国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课程的计划 一个踏出这样一个实验的脚步 这绝对是好事 这绝对是好事 至少在我们实验室里面所开设的媒合课程 选修课程 给所有愿意也为自己的人生思考 有没有不同的方向 自己有没有其他的能力 自己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的所有的小朋友跟家长们 我们开了一扇窗 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机会 那事实上我今天还在思考 我们这个机会可不可以扩大 可不可以做得更大一点 因为我知道刚刚其实校长跟吴教授也告诉我 我们这个课程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现在在学校里面上课的小朋友也想来 可是时间充堂 没办法 所以我在来以前我就想到 我们这个课程应该要扩大 可不可以扩大 可是扩大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扩大 为什么要 今年我们的预算大约200多万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扩成从500万 600万700万 因为他很好啊 很棒啊 应该要这样做啊 那你怎么知道他很好 你怎么说他很好 是考试拿得第一名 学车人拿满分 就叫很好吗 还是我们出国参加比赛 都拿冠军 就叫很好吗 还是我们其实更看重的是 小朋友他能不能自己一个人 解决问题的能力 碰到问题来了 我不会慌 我会镇静 我会想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有想办法 拿我手边的资源去解决问题 本来没有这个能力 可是参加了这个课程 这个实验室之后 有了这个能力的 不管是自己找资料 不管是自己找答案 不管是自己寻求最后的解决方案 那个都叫能力 这个能力 可不可以帮忙他考上 他心目中很理想的大学 不一定 但是没办法没关系 就算没考上心目中很理想的大学 他以后在这社会上 他会走出他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个是不是才是我们要的 我觉得这个今天值得所有的家长好好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的课程很明显 直到高中 这个到了大学就是我们在座有中英大学的老师们 还有其他全国其他的台大 政大 新大 阳明清家这些大学 他到了大学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些实验的这些课程 那这些课程我们帮忙大家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桃园有一个这样自主学习3.0的实验室 我真的认为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把它扩充成4.0甚至5.0 目的是让更多想要来探索自己不同能力的人 自己不同能力的家长跟小朋友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地方尝试不同的课程 去看看听听不同的声音 而不是只被我们现在传统的教育的这些课程 绑住限制住 现在是因为没办法时间可能卡住了 所以未来这个4.0 5.0的课程的这些突破 也许还有待于我们也许这个当然这个教育制度也不能随便改 可能还有有待于跟我们中央跟教育部去讨论 那也许可以给地方我们做的好的地方 更大一点弹性更大一点自由度 愿意参加的学校我们现在是桃园国中在主办 那也许以后可以有第二个国中第三个国中 然后弹性可以更大 一个礼拜可能有三节课四节课可以空出来 专门去上上梅合课程上上选修课程 天听大学的老师讲不同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都有可能循序渐进慢慢前进 不过在这边因为很多家长在这边 我也要请家长们思考一件事情 我相信你们让你们的子弟参加这个自主 学习3.0的实验一定是也充满也有期待 也愿意尝试给自己的子弟尝试 不同的一个未来的机会 但是我在这边也提醒大家 你让他有机会尝试未来这些事情 但是你要衡量他你要看他做的好还是不好 也许也要用一个新的思维去想 不见得考上他你心目中你认为理想的那个大学 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不一定 对不对不一定 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应该是让你的子弟找到他的能力 他的兴趣他的热情所在都能够配合在一起的这个方向 这也许才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至于那个是什么那就有待大家的探索 那也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实验的这个小朋友们 同学们还有家长们 真的在这边可以找到你自己觉得最快乐的方法 我认为了我自己个人给他定义最大的成功是 如果你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学习到了自己怎么去 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永远探索下去 即使你从大学毕业 即使你进入社会还能够一直保持这个终身学习的习惯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 我认为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谢谢 谢谢副市长的勉励 谢谢 谢谢副市长的勉励 太棒了 因为刚刚副市长所讲的那些 就是我们实验室当初设立的目的 我们就是希望学生在这里学到的 是你未来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问题解决的能力 所以我当初为什么会把 这个BETS的自主学习的理论 用到我们实验室 就是有这个精神所在 所以副市长太厉害了 谢谢您 谢谢 马上看到我们这个实验室的一个 愿景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终身的学习 那接下来的活动呢 是我们会邀请到侯若言 来跟我们分享 那若言同学呢 他其实是从小学 四年级开始就自学 那本身呢 对于舞蹈级设计呢 有非常高的兴趣 那一直在我们的实验室呢 进行了大约十个学期的学习 所以是很长时间 那么他在112学年度的特殊选材 已经录取了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 恭喜他 那他在我们实验室呢 其实他选了很多的这个探究性的课程之外呢 也媒合到中原大学还有原志大学 那他也在这个中原大学的这些课程里面呢 透过师长以及学长姐们的指导以及切磋学习 参加许多的竞赛活动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由他自己来跟大家分享 好 欢迎若妍 副局长 局长 科长 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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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科长 还有校长 以及教授和委员们 还有在座的家长以及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若妍 今天的分享主题是 《贪爱时间线》 今天的分享主题将由一条时间线为主 搭配三个时间节点来做今天的主题贯穿 首先第一个主题是我的讲者介绍 我在今年特殊选才获选进入国立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 中原大学地景建筑学系 还有大同大学的工业设计学系 最后选择清华大学的艺术与设计学系就读 我也从高中一年级就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叫做盐盐盐设计工作室 我的盐盐内容从平面设计 网页设计 影音制作到工作坊开设等等都有 并且我也专门为桃园挖掘特色 并且设计商品来做推广 我的工作室也获选进入桃园青年事务局的桃园设计库 桃园设计库是一个为了桃园在地的设计师而设立的一个我们的营业空间 在这里我们能获得非常多的设计资源以及交流 我也是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进驻者 我总共获得18个奖项 16张证照 30次媒体报导 11次的教育局表扬 15次的邀请演讲 12次作品邀请展出 以及有超过50场的东方舞公演的经验 我从自主学习3.0实验室开设的第一届到现在都有持续参加课程 这里的课程内容和领域都十分的多元化 可以来这里做深入的探索 欢迎大家来3.0实验室学习 右边这张照片是我在3.0实验室里认识的同学 我们几个是最要好的同学 前一阵子我们相约到淡水郊游 我们也把这一次的旅游当做是我们的毕业旅行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设计 我发现中原大学的商业设计系里面的课程都是我非常喜欢 也一直都很想要上的 因此我非常感谢3.0实验室能和中原大学合作 开设媒合课程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进入大学学习只有国中一年级的年纪 当时我在大学里的第一位老师就是静宇教授 静宇老师非常的对自学生很亲切 而且有满满的教学热忱 我在课语时间向老师提问的时候 老师都非常不辞心劳的又热心的来帮我去做解答 就算到了晚上11 12点这么晚的时间 老师都还愿意牺牲掉个人的时间 来持续对我做耐心的指导 我真的非常感谢静宇教授 我也在这几年间持续休息商业设计系的课程 我的作品也很受各大学教授们的重视与喜爱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中原大学的栽培 右边这张照片呢 是我和中原大学的哥哥姐姐们 相约到桌游店一起玩桌游 我们好几年前就认识了 到现在也都持续密切的保持联络 接下来第二个主题是我的作品介绍 首先第一套作品是马祖新村 这套作品是为了桃园中立在地的眷村 马祖新村设计的一套 以当地的特色色彩为出发点 而延伸出来的一套文创商品 希望游客能带着这套商品 进入到眷村进行深入的走访 游玩以及认识 第二套龙钢玉环保石 是为了中立的龙钢 以及中山市场地区特有的 意欲美食文化和设计的一套 同时可以倡导环保 以及促进当地经济消费的一套 环保餐具 这两套作品 以及我现在耳朵上戴着的耳环 都是由我亲手设计并制作出来的 而且在旁边的展示厅也有做展出 欢迎各位稍后去参观 第三个部分是特殊选材 我知道很多学弟妹们可能都对于特殊选材 抱有一些疑惑 因此我从我的个人经验 来集结一些重点 为大家来做分享 首先要报名特殊选材 必须先决定好想要报名 什么样的大学以及什么样子的科系 我从我自己的主专场和兴趣做出发 我非常的热爱设计 而且我也很喜欢去专研不同事物的美感 因此我报名的都是设计相关的科系 所以学弟妹们一定要在报名之前 先确实了解自己的兴趣 了解这个领域再去做报名 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接下来就要准备被审资料 在准备被审资料的时候 你会需要很多以前的历年成果 这些成果可能年代稍微比较久远一点 所以而且资料也非常多 所以我建议各位一定要一开始先把 你所有可能会用到的资料 全部都先归纳整理妥当 这样在开始写被审资料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东一个西一个找不到 而且还可以节省下一些书写资料的时间 接下来呢就是到了面试的阶段 教授提出的问题都会从你的专业领域提出 像我是设计的领域 教授就会从我的作品向我提问 这些作品是如何设计如何制作出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先准备好自己的 专业领域的内容以及知识 我在准备特殊选材的过程中 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压力或是特别紧张 因为我非常喜欢和教授们介绍我的作品 而且我也认为筹备特殊选材 很像准备一次详细的自我介绍 而且我平常也很喜欢和人们去做交流交谈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 还是非常的轻松自在的心情 而且我就建议各位 不用把特殊选材看得非常的有压力 不要觉得太紧张 努力认真的准备好自己的资料 以及面试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了 最后我以一个节育的形式 来帮各位学弟妹们做一个总结 首先在准备报考之前 一定要先确定好自己的 志向自己的兴趣 以及未来想要如何去做发展 以及对于自己未来几年的学业 有规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在书写资料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所有可能会用到的成果 去归纳整理好 这样子在书写资料的时候 可以省下一些时间 到了面试的阶段呢 大家可以用一个自信的态度 来去和教授对谈 因为有自信态度说出来的话语 是会更有说服力的 但是姚吉德并不能过于张扬 要拿捏好一个刚刚好适当的分寸 如果还有任何特殊选材相关的问题 欢迎扫这个QR Code来联络我 我非常的乐意为大家解答 也会尽力的解除各位的疑惑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若元的分享 那接下来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很有兴趣想要知道她的第一位 在中原大学指导的老师 为我们支持这样几句话 那我们是不是请中原大学 现在是商业设计学系的系主任 陈静怡教授 一个副市长然后局长 还有各位贵宾还有各位家长同学 大家好 我是中原大学商业设计学系 目前是系主任 那我记得当时是2018年的时候 我的色彩学课程 然后就进来了一批小朋友 然后还有家长来我的课堂里面 然后孩子都很小 跟大学生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后来有一些同学就退出了 那若元是非常有这个学习的动力跟毅力 一直持续坚持下来的一个孩子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陆陆续续在我们系上 选读了非常多的很重要的设计的基础课程 每学期都要 因为我们都要审核他 他可不可以修这门课程 那我都会建议老师们 尽量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 学习动力非常强的孩子 那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 场域跟资源 让孩子 让愿意学习的孩子 可以到这边来学习 我们也很开心也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这样的一个自主学习的活动 让我这个过程中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些 自主学习的孩子们 他们那个学习的动力 然后那个眼神 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说 我非常enjoy看这些孩子 他们在教室里面坐着 然后看着你 那个眼神是会发光的 因为他们渴望学习 他们热爱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 桃源市政府在办这个 自主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 继续持续推动下去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动力 那在这些年的过程里面 他虽然只修了我基础设计 跟色彩学课程 但是后续因为比如说 刚刚有介绍那个 马祖新春的那个作品 就是他要报名参加桃源设计奖 的一个高中组的竞赛 然后他自己就想了这样的题目 然后就去制作 然后有一天他就背了 天气很热 然后背了一大袋他的作品 然后跟我约了到研究室来做讨论 他个子那时候还有点弱小 然后我看了都觉得很感动 也很心疼 然后那个学习的一个企图是非常强的 然后有一些做的不完美的地方 我会建议他说 你这个可以怎么修改 所以刚刚讲说到晚上 就是因为他需要立即去做修改 我跟他讲 然后他就立即去修改 然后马上图就传过来 那个非常的主动积极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真的是非常感动 那今天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若言的一个毕业典礼吧 我不知道自主学习的同学有没有毕业典礼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个我觉得很像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那个感觉 那非常恭喜他从高中毕业 然后即将进入大学 那我想过去的学习可能是一个基础 那未来的挑战可能更高 那希望你们继续保持著这样自己对于学习的一个初衷 然后勇敢接受挑战继续前进 谢谢 认得分享 不过刚才提到我们其实学生选课是不能退选 应该没有退选的吧 应该是说可能他们后来选了以后 下一期就没有再选了这样 好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倒是真的 因为学生毕竟我们不是高中生 有的甚至是小学生就到大学去选修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部分对自己有很深入的了解 然后也要储备相关的能力 像我们另外一位小贺就是这样 他当时是五年级的学生 然后到中原大学去资讯系 去选一些非常硬的必修课程 但是在去选修之前 他就先了解要去上这个课之前 自己应该先储备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后来还得到非常高的分数 所以在座的学生们 如果你未来有兴趣要去选修的话 一定要先弄清楚自己的能力跟兴趣 避免说我刚才听了吓了一跳他退出 因为在我们的制度里面是希望他们 要能够坚持到底把那门课上完 好 那接下来呢 容我在这边补充介绍一下 我刚才忘了把我们实验室的召集人 舒品如校长介绍一下 哎呀真是抱歉 还好是自己人 不然我就得罪人了这样 那等一下呢 会邀请这个张又易 小朋友来分享 但是因为他人 现在在纽西兰 参加国际的一些科学活动 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 那我们已经事先请他录影了 那也容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位 又易小朋友 我们都喜欢称小朋友 因为在我们眼中 他们真的是小朋友 我常常想说 我现在已经是被叫阿嬷级的了 所以他们呢 称他们小朋友 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那又易呢 这个 又易也是非常特别 他其实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自学 然后106学年度开始 也是参与我们的实验室的课程 一直到111学年度 总共参与了12个学期 那他除了选修这些探究性课程之外 也一样是媒合到中原大学 去选修一些相关的课程 那比较特别的是 当初我在规划我们实验室的课程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私心的 我就想说 我在自由教育的一些经验呢 是不是也可以把相关的课程 拓展到我们的实验室来 所以我当时呢 就想说 对于一些更想要深入 经过探究性课程之后 找到自己的兴趣与能力的学生呢 他想要在某个主题 在更深入的去探究的时候 我们要有机会 让他 进行这个部分 所以呢 就如张田中校长所说的 这个专题研究的课程 所以我们专题研究的课程呢 是给这些 有能力 有兴趣 想要在深入专研的学员们的一个机会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也会邀请到 这个专题研究的 重要 几个重要的灵魂角色 就是我们的戴明凤教授 以及杨逸农教授 他们呢 在花了很多的心思 来指导我们这些学生 让他们在国际上 或者是我们自己国内 有很优秀的这个表现 那么我想这个 右翼同学 我们也要恭喜他 他也在112学年度特殊选材 录取了清华大学 十岁计划不分析学士班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影片 他很特别问了我一下 我们在桃園做了哪些 就是我们实验室在桃園 或我们中心 我们其实是跨领域科学教育中心 在桃園有做了哪些事情 他本来想要报告是 高中部跟大学部之间的交易的情况 结果他最后前面的 他的20分报告前面的5分钟 完全几乎在报告桃園自主 所以小文 因为桃園自主的这3年 因为应该是3年前 开始有高中生毕业 那佑毅的哥哥是首位自主学习进清华 那一年清华大学不分科系十岁计划 选进去了所有自主学习生 只有两位 其中一位是他 他哥哥叫什么名字 张君祺也是我们很优秀的 所以这次佑毅跟君祺是一起去纽西来 班活动 那我另外要再提件事是 佑毅其实还没有进清华 我是插话的 对不起 我是插话的 我等一下本来也要邀请您的 先说 这一次君祺跟佑毅去纽西来 他是跟君祺一起设计 等于是自己报名的 当然也有可能有人介绍 那他就 他哥哥碰到我的时候 就是说经费来源 他希望独立 当然家里可能可以 家里可以赞助 但是 我觉得学习成长是一件很重要 那自己去募款自己的经费 还有活动里面所需要的费用 那他哥哥在刚好有一天 在路上碰到我 他哥哥我现在很帅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 胖胖肥肥 现在是很结实 因为清华有很多免费的运动 运动房 之前是比较壮的 之前比较露露的 ok 现在是真的很帅 然后高高 后来我就建议他 我们学校有一些基金 是梦想起飞基金 那他们就去申请 那我想是佑毅跟他 那等于是佑毅还没有进清华 已经申请到10万块 这是最高金额 最高金额的 那后来他也经过脸书 还有自己拍了一个影片 就是在各个地方做分享 在募款 那我也把他这件事情 有PO给我们清华 几个毕业校友 那其中一个校友 最近突然就回复我说 其实他们有个文业基金会 有兴趣 可是可惜已经 他们已经募款完成了 好 我们谢谢代教授 他先帮忙致辞 好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就来看佑毅的影片 好 大家好 我是张佑毅 很荣幸能够参加 这次的成果发表 我的讲题是 自学毕业回顾世界的起点 那我是自武学3.0实验室 第一阶的学员 现在12年级 即将进入清华大学 大一部分系就读 并且我从小一至今都在家自学 没有去过任何一间学校 但是呢我从7年级至今都在自武学3.0实验室学习 所以目前已经有6年的历史了 也可以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一所学校 那7年级加入实验室之后 8年级开始进行了专题的训练 9年级开始挑战自我 10年级的时候开始参加很多国内的比赛 那在11年级的时候很荣幸能够成为出国政选代表 赴巴西进行国际科展 那在12年级的时候也很荣幸能够再度获得 台湾市政府的支持前往罗马尼亚参加国际科展 并且将在7月1号的时候赴纽西兰办理一个科学节 那在从7年级到10年级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我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那简单来说可以把它统整为自动控制 就是经济学影像科学创课无人机 音乐创作专案学习表达创意策略合作以及美感 那这些学到的能力也在我未来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受用不尽 那首先在7年级8年级的时候呢 我非常希望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结合自动控制以及创课做了一些小作品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追踪我们的IG来看我们的作品 那自动控制呢是由戴名控教授所启发以及指导的 然后我们是使用赵永杰教授所教授的技术 在创课里面的技术比方说3D电影以及雷射切割 那除了自动控制的结合之外呢 我也结合了科学影像创作 那科学呢是由戴名控教授所启发以及教授的 然后影像创作呢是由邓博书教授所教授的技术呢 来进行执行 那我那时候呢就结合了科学拍了很多科学的影片 来希望呢用一种活泼以及简单的方式为小朋友们传递科学 那未来的这个idea呢也在我的心里不停的种下 也让我未来呢做了更多事情 那除了前面所讲的科学跟自动控制之外呢 我也在经济学里面呢结合了杨教授所启发以及指导的程式设计 来呢做了一些经济学的小游戏 那除了前面的科学的部分呢 我也在邓博书教授所启发之下呢开始接触了电子音乐 并且发现音乐其实是一种全新的另外一种呢 呃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方法 那这也让我在未来呢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进行我的哲学以及文学的表达 那在前面进行这么多学习之后呢 十年级呃九年级开始我决定要推开门走出去看看自己在前面所学的这么多内容 究竟可以做什么事所以呢我就在戴明空教授的启发之下呢 参加了2020全国科学探究竞赛 那在这个竞赛里面呢我们所做的题目是火焰呃周围的结构对火焰的影响 那在进行了这样的挑战之后呢我也跟另外一位很好的朋友一起合作 呃参加了教具竞赛 然后第一年第二年呢也都分别也都有获奖也都有参加 那我们为什么想做教具竞赛呢那是因为呃我们想要用呃自己结合的创课啊 还有手作啊等等来把呢我们所学到的科学原理表达出来 嗯来以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向世人们展现 那我们由戴明凤教授 以及戴明凤教授的团队 嘉然老师嘉显老师 给我们了非常多的指导 让我们知道 哇原来进行一项教具 还要开发一个教案 并非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而反倒是需要非常多 稠密的思考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了很多的训练以及学习 那除了科普之外呢 我们也想要以一种研究的方式 来看待物理这件事 所以我们就参加了物理探究始作竞赛 那这个竞赛当中呢 我们不只是要写一份 完整的科学报告 我们还要 最后我们还要进行一段辩论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也更学习到了 完整的科学方法 并且呢 更加理解辩论这件事情的意义 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物理辩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到了非常多 并且让我用一种 更全新的方式看待科学 因为科学 它其实并不是非黑即白 或该说是 不是只有A或B哪个才是对的 而是应该在 讨论当中生出一个C 那个C也许才是最接近真理的 然而这个过程当中 都需要不停不断的辩证 那前面有讲到 我在中原大学 修习了很多的课程 那都是视觉传达 以及商业设计 平面设计的课程 在结束这些课程 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沉淀之后 我希望可以把我所学的东西 跟我所关心的议题 结合在一起把它传达出来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海报 那这个海报叫做Breathe New World 就是美丽新世界 那这个海报所讲的是环境当中的垃圾 其实我们的城市看起来很美丽 可是其实可能是因为有很多垃圾的堆积 所造成的 那这就是我所关心的课题 于是我用这样子的一个平面设计的方式 把它融合在一起 并且参加了一项在秘鲁的一个海报双年展 那每一年大概 就是每两年都有大概好几万人的人次来投稿 那也非常幸运你可以获选 并且在南美洲这块很美丽的土地巡回演出 巡回展出 然后前面有讲到说 我有进行了一个火灾的研究 那我到了十年级的时候呢 十一年级的时候呢 经历一年的沉淀 我又重新开始研究这个题目 那会继续研究这个题目 是因为八年级的时候呢 曾经呢 家里附近有发生过火灾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非常的想要看看 能够怎么样来改善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继续研究了这个题目 那并且呢 投稿了参加2022的台湾国际科展 并且幸运的可以选为出国阵选代表 赴巴西呢 代表台湾参加科展 那在这个过程 出国的过程中呢 我就发现其实台湾在国际上面 非常的受到世界各地的欢迎 大家都说 我们其实 他们读了我们的历史之后呢 都站在我们这一边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觉得非常宝贵 因为也交到了很多国际的朋友 然后也交换了很多各种科学啊 等等的心得 那非常有趣的缘分是 在参加巴西的科展的时候呢 就有一位评审保持联络 那这位评审呢 就把我推荐去参加保加利亚的一个国际科展 那这国际科展呢 其实是他们美国学校的一个系统 那也很幸运的在这两个科展当中呢 都可以获得一等奖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重新学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土地 然后发现自己身为一个台湾人 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然后 我也参加了南韩的国际科展 以及俄罗斯的国际科展 那这两个科展呢 其实原本都是希望可以 实际去参加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 以线上参加 但是也很幸运的 可以获得一等奖 那 我也做了一项发明 希望可以 改善火灾这件事情 那除了前面的科学之外呢 我也参加了 也在杨艺能教授的启发之下呢 参加了 桃圆市科展 那这桃圆市科展 我做的题目是 行为与社会科学相关的题目 那 这是灵源效应 那很幸运的 可以代表桃圆市参加 全国科展 然后再代表桃圆市 参加国际科展 并且在参加国际科展的过程当中呢 也认识了伊朗教授 那这位教授呢 就把我推荐去了 罗马尼亚参加科展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我也受到了 桃圆市政府的支持 那非常非常荣幸的 可以不停地代表桃圆市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可以获得荣耀 然后 除了前面所讲的 几项科展都获得一等奖之外呢 我也希望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不只让我自己走出去 也可以让台湾的科学艺术被看见 所以呢 我就开始了 纽西兰国际科学艺术节参展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我把所有的 各种关心环境的朋友都邀请过来 展出他们的作品 那同时也展出了 台湾的艺术作品 以及科学作品 那除了这个艺术跟科学之外 我们发现 其实青少年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因为有很多成人的支持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呢 希望可以展出台湾的创新教育 比方说我们的3.0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也把我们以前 带老师所教我们的一些科学等等 带到当地去 希望可以教授给 纽西兰当地的学童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纽西兰甚至更多国际人士 看见台湾的科学以及艺术 非常的不一样 那我给自己的期许就是 Keep dreaming Still going 继续梦想 继续努力 那希望有一天 可以回馈给所有帮助我的人 那谢谢你的聆听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们在纽西兰做的事情的话 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追踪我们的账号 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纽西兰 当地的作品 以及我们在纽西兰当地做的事情 那期待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再次遇见你 谢谢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邀请到 我们专题研究的 另外一位灵魂人物 杨逸农教授 为我们讲几句话 副司长 局长 专委 认识很多年了 还有我们桃园国中的主场校长 这个苏品如校长 也是我的学妹 欢迎大家入籍桃园国中 谢谢教授 我是现在的家长会长 所以到处一定要宣传一下 谢谢 然后还有最近爱的学姐 还有带领我认识自主学习的张田中校长 谢谢 因缘计会就加入了这个计划 本来只是想说 好 贡献看看 没想到 我觉得非常的感恩习福 因为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教育体系 所以后来主持人开始媒合学校的时候 我也发现我们中原大学好多老师有愿意关注跟投入 这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 刚刚又易讲的这些 他讲的其实好像云淡风轻 但是这中间有非常大的努力 特别是持续性 我觉得这是我在自学3.0教第六年 我教的就是经济学这本探索性课程 等一下也许有展览 大家可以去玩玩 我替这个课程设计的应该有八个游戏 就是配合经济学游戏 当然是启发性的拿牌 所以我觉得自主学习 对我的理解 应该是自己挑选自己想要走的路 然后进行学习 这个大家比较容易懂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就是自我监测跟改善 像又易就是很典型的这样一个学生 他不断的来上我的课 自发性的提出问题 挑选自己的材料 可是他会挑比赛 科展等等去测验自己的能力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自己本来也不知道说 这个全国科展的重要性如何 他得奖了之后 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遇到武林高中的林校长 林焕舟校长 他就跑来说 杨教授这个是你指导的吗 我说是啊 没怎样 他说不对哦 这个所有的科展有很多项目 他说所有的科展 武林高中是名列前茅 只有这一个行为与社会科学是别人 他很讶异 所以我说原来这个武林高中校长会非常注意到这个 那我说我的小孩也在武林 那算自己人 我简单想一下做这个科展 因为这个科展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能不能借用前人的智慧 然后尽快的在持续的努力之下 做一个很明显的调整跟改善 然后做成一个学术性表达的成果 我现在还有继续在指导好几位 这个现在的学生在进行科展 将来各位有兴趣的 我们自主学区三定年学生 也欢迎加入这个科研的行列 谢谢 谢谢教授 颁发感谢壮 桃园市政府感谢自主学习 我可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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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以为市长等一下有行程 来来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教授 我可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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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实验部分 然后那个实验在过程中 才参加第一次得科工管第一名的时候 其实被我训得很惨 那他可是训完之后他还是愿意 我觉得这蛮重要 那很重要一点是说 他除了好好的学习他的科学之外 他又很有兴趣在媒体艺术创作 而且他的表达能力很强 那我觉得台湾的学生 现在就是缺乏表达能力 那不是只是讲 而是能够他善用媒体 那刚好 陶渊自主提供了这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在学校 这种媒体的训练 其实时间蛮有限的 所以在这边他是做的 你们做的两个很大的结合 好让很不同 因为像理工科的同学 有时候就是不善于表达 或是不善于夸张的去表现自己 那适当 我不能说一定要夸张 但是适当表现是蛮重要的 那另外我提的一个就是 现在好像都在中原大学 清华已经跟 新竹市清华大学已经跟 陶渊市在前年就已经签合约了 合作合约 我看一下好像到清华的不多 欢迎有空常常来 事实上他 優毅跟他哥哥 还有辛热他们做很多实验 常常会去实验我们实验室 可惜不是定期的 我觉得蛮可惜的 没有办法 很延续做得很好 那我要再另外 替陶渊自主讲一句好话 我看最后一页 特殊选才 第二个系列过的 我很开心 也是考上清华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 今年你们自主学习裡面 算是成绩最优秀 因为他三个学校都是 国立大学 一个是台师大 一个是中央大学 其实教大他被取上了 教大也被取上 最重要是他选物理系 因为我是物理系 可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是什么 他其实是新竹市 他的自主学习 是挂在建功高中 所以他在清华 他的密集不是属于 陶渊县的学生 蛮可惜的 可是为什么他跟你们有关 因为他的父母亲 听到陶渊自主学 有这样的一个自主学习 新竹地区完全没有 全台湾 就像刚刚提到 这是全台湾首届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首届 你们没做到 很可惜 我们私底下在台 那这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 那我意思是说 他妈妈就为了要来上这个课 他是后来到高一 升高一的时候 国中升高一 然后要为了来上 他好像上了四个学期 还是三个学期 忘了 那他其实就是想来探 石旧探究 跟Arjuno课 后来还 因此还去上了蛮多其他的课 那他妈妈为了这样去 渴望园区买了一栋房子 把他迁居到那 那我们知道要读很好的学校 你必须涉及在那个地方 涉及很久才能入明星学校 可是陶渊自主只要是 只要是那个 我知道时间快到 涉及在这 不管你涉及一个月或两个月 都可以进来 这个是蛮好的 那我觉得有点缺点就是量体还太小 陶渊市那么多人 可是进来的学生 我们每次还上课 我觉得有点 觉得人数太少 谢谢 谢谢教授 颁发感谢壮 桃园市政府感谢自主学习3.0实验室 多年来为我们规划丰富的课程 造福非常多的学子 我们将颁发感谢壮 请计划主持人吴淑敏教授 协同主持人张田聪校长 计划召集人舒品如校长 请上台受奖 请王副市长为我们颁赠感谢壮 谢谢 谢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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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辛苦了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张田聪校长 谢谢 谢谢教授 好 接下来我们请舒品如校长受奖 是 谢谢 谢谢副市长 也谢谢校长 好 接下来副市长请留步 颁发学生感谢壮 感谢本次成果发表的学员 热心分享学习经验 以下同学请上台 请王副市长为我们颁奖 好 dado下来 拍照 好了 好 拍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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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恭喜同学 谢谢副市长 恭喜同学 恭喜同学 谢谢 谢谢你们 恭喜 也谢谢副市长 谢谢 谢谢同学们 你们都是最棒的 谢谢 谢谢 来 请在这边 3 2 1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再合照一张 来 靠容一点 露出你最帅气 跟最美丽最可爱的笑容 赞 你们都是最棒的 要坚持下去 谢谢 谢谢副市长 3 2 1 谢谢 好 请回座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大合照 请这边所有的 两边所有的来宾 副市长请坐 谢谢 请所有的来宾 麻烦帮我起了力 然后往中间靠拢 好 我们要进行三连拍 这边的家长麻烦我们起了力 然后往中间靠拢 站着就可以了 我们要拍一张最最最最最有历史见证的照片 好 好了吗 请看前方的摄影师 那么等一下我动作的时候 这边的人请帮我举左手 这边的人请帮我举右手 可以吗 稍微低一点点 好 这边等下举左手 我们第一个动作来咯 第一个动作 自主学习3.0 站不站 再往这边站一点 再往那边 对 尽量往旁边靠 好 来 这边是举右手 这边是举左手 那么中间可以举双手 好 好 口罩帮我们拿下来 露出你最帅气跟最可爱 最美丽的笑容 好 自主学习3.0 站不站 再一次 站不站 好 可以吗 好 第二张 第二连拍 那么我们要谢谢 所有的师长跟家长 还有谢谢我们的孩子 所以我们给自己一个爱心 来 爱心 啾咪 好 一样哦 左手右手不要搞错咯 来 一二三 啾咪